新北洞健康 觀眾朋友您好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北洞健康 那其實所有觀眾朋友應該都知道 要讓自己的身體能夠健康的話 其實維持這個規律的運動習慣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現在除了說平常的一個運動之外 其實有一些科技有一些裝置設備 它其實是可以幫助你 讓你的一個運動的成績更加有效果的 那在今天節目當中呢 就和觀眾朋友們一起來分享怎麼樣來善用這個科技 讓我們的運動成果更加的一個顯著 那麼首先來介紹參加今天節目的三位來賓 第一位介紹的是我們新北市衛生局局長 陳潤秋 陳局長 局長好 清華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在第二位介紹的 真的是我們新北洞健康的最佳代言人 我們新北市議員洪家軍洪議員 議員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在介紹的是我們台灣健康運動聯盟的副秘書長 王沁善副秘書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非常歡迎三位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那麼今天當然就是要來分享一些大家對於一些健康啊 然後規律運動的一些觀念嘛 那當然很重要的就是你看在我們的現場 已經擺放了這麼多的一個裝置設備 大家可能會誤會說我們今天是不是要來賣什麼東西的 絕對沒有 沒有 以前我們購物台上升了這樣子 其實喔 我們都知道其實運動看起來是一件其實還蠻無趣的事對不對 就是訓練對不對 就是幾乎自己感覺上 所以我會說面談面談 其實就是因為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我可能就是規律的運動 我就是每天在那邊跑步跑步 那有些人會覺得其實這個還蠻無聊的 那我怎麼樣看出說我跑步的那個成效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請局長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現在是不是其實有一些 像是APP之類的啊 或者是說其實有一些裝置 大家手上可能都配在那個什麼運動手環之類的 其實是我們如果好好利用它的話 我們可以讓運動變得更加的有趣 是 剛才親話說運動是一件蠻無聊的事 可是家境預言馬上抗議 就從這裡我們就知道 其實很多人是很喜歡運動 可是還是有很多人 他運動真的需要拉一把 或者是推一把 真的 把運動沒有去 對 所以這個呢 真的就是要靠我們的一些方式 那當然我們一個方法就是用人來拉 用活動來拉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用我們的這個 AI的各種各樣的一個器具來拉 最好的方法其實就是大家 人手一手的手機啦 那譬如說像我們新北東健康的APP 在手機上面 那就可以拉你一把讓你揪團 讓你看一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今天太懶惰了 那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呢 其實還有非常非常好的方式 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在全球根據美國運動醫學會的研究 他的統計到現在全球這樣子的這個運動的產業 AI的產業已經到達了1200億的美金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這樣子產品非常非常的多 那大家可以在上面用這樣子帶著他去走路 帶著手環去游泳都會告訴你說 你很有成就耶 你今天運動夠了 甚至我們等一下可以介紹我們還有一些集點 還可以換一些有趣的東西 是 其實就是透過這樣的一個裝置 然後瞭解一下說你今天運動的成果 然後再適時的給你一些鼓勵 有點激勵的作用對不對 是是是 那接下來家居醫呢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呢每次碰到家居醫院 他第一件事問你今天有沒有動健康 你有沒有下載那個APP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就說家居真的是我們新北動健康的一個最佳代言人了 看來我給你很大壓力 每次問看碰到的時候就說今天有沒有運動啊 你的手機啊我看一下那個動健康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真的是不是家居也來分享一下 是 其實這個話要說到哪邊你知道嗎 很多民眾看到家居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阿醫院啊你是怎麼保持的 聽說你不是生死的 所以啊當我要回答他很多 阿你要飲食啊要運動啊這些啊 我覺得說太多了 有時候時間又很緊湊 所以我就跟他說 手機拿出來五個字 心北動健康 欸答案就在裡頭喔 那當然有很多細節 待會兒齁 要請局長來跟我們好好來分享 那當然在這邊齁 我也要提的就是說 用這個方式讓我可以 跟民眾增加很多的一個互動 而且呢也藉由這個方式 來去分享我們很棒的一個市政的一個平台 所以我常常講就是說 心北動健康它要更有價值能夠提升 來跟民眾每一個人來做服務的話 真的 User要進來就是市民越來越多的一個參與 哇那就真的可以發揮更大的一個力量 是 所以其實善用這樣子的一個APP 或者是善用一些穿戴式的一個裝置 其實能夠有效的帶動整個一個運動的怎麼講 你會願意對一個氛圍 然後你也願意更投入 因為你是可以即時看到你的成績對不對 要不然平常像以前以往 走路就是走路 然後打球就是打球 你不曉得你的一個得到的一個成績到底是什麼 但是現在是很馬上就可以知道說 我今天成績豐富喔 我那個卡路里降了多少 就可以好好去大吃一頓 沒有啦 給他就不見到回饋 就是可以稍微安慰一下自己這樣子 那我想請教副秘書長 就是其實我們建盟一直在推動這樣子運動 規律運動這樣的一個觀念 那其實現在也慢慢的在呼籲大家說 其實可以結合一些高科技的一個產品 然後結合一些軟體 然後來幫助大家去做一個運動量的一個提升 跟算是一個進化對不對 是 其實在台灣這個ICT產業這麼發達的環境下 很早之前大家談到智慧醫療 就已經有這個方向開始做一些科技產業跟運動啊 或者醫療產業的結合 那當然我覺得經過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我自己也親身使用過非常多的軟體 我受到這個議員非常大的影響 議員已經跨區影響了 從樹林區我住在永和區 那我們接觸之後我其實就開始非常認真的使用新北東健康 那我覺得新北東健康一直在成長 就像局長剛剛提到的 其實我們有好的功能我們就需要加進來 那除了過去我們做的一些基本的包括資訊的收集之外 其實我們現在還我認為未來我們一定會有更多的 包括像民眾的教育啊 健康方面的一些教育知識啊 這些都可以再加入到這個裡面 還有像剛才議員有提到的 這裡面幾點的獎勵 我相信這個可以帶動更多民眾來使用這樣的一個軟體 所以其實大家是需要被鼓勵的嘛 對不對 那其實我相信很多民眾很好奇 到底這樣的一些裝置這樣子的一個軟體 它到底具備了什麼樣的一個功能 像你看我們現在桌上擺了這麼多 我剛剛看了這個耳溫槍 我想說我們今天是要來做防疫的宣導嘛 那其實不是對不對 對 它通通都可以連接到我們這個 這個動健康的這個平台上 就是不管是量血壓啊 量血糖啊 量體溫啊 它都可以借接到我們這兒 然後呢 我們還可以跟很多的運動 大家看到左邊這邊我們有一些 iCare的運動的器材 那它在上面運動完了 它也可以連接到APP上面 記錄說你今天坐在這個機器上面 做了預防這個肌力耐力訓練 做了30分鐘它就給你傳上去 那這個部分我們將來還可以傳到我們的診間 所以我們剛剛也有提到說 我們在衛生所 我們有29個衛生所 我們現在目前先在4年內 我們先打到10個 那我們已經打好的是去年的這個樹林 今年我們還有新裝 細紙 陰哥 大家拭目以待 在我們這個未來衛生所裡面 我們就會放這個iCare的4個機台 那民眾可以上去測量 測量自己體脂肪啊這些 然後醫師就會給你開說 你可能需要多鍛鍊肌肉 你的血糖可能這樣子配合著吃藥 才能夠處理 那你就去那邊運動 運動完了以後 這些就會上到你自己的APP 我們的動健康APP上 自己可以看以外 它還可以傳到我們醫師的診間 那醫師也可以看說 我那天開的運動處方 你有沒有執行好 這樣子連接到看一下你的血糖 還是不是因為藥都有吃啊 為什麼沒有還是沒有這個控制好呢 運動沒有達標 營養給我亂吃 都在這個上面都可以做 就很清楚 好 然後我們還把它連接到 剛才大家都講到健康幣嘛 那我們就連接到運動中心啊 營養早餐甚至YouPoint啊 你就可以從我這裡去月換這些券 讓他自己覺得說 我的運動好棒喔 走路走夠了 我還可以月換一個營養早餐 真的 所以這個跟我們在 就是看那個健身房 看到那種運動器材是一樣的嗎 看起來很像 看起來很像 有一些是部分是一樣的 但是它具有這個 因為它有不一樣的 像它其中有 金華你要去我們那邊體驗一下 是是是 它有一些還可以 不管是失能 還可以有一點失智的訓練 讓你在運動中 雖然你還沒失智 你怎麼知道我要問 覺得我快失智了嗎這樣 沒有 就預防 預防 是是是 所以這個目前在我們 以樹林來講的話 就是樹林衛生所是第一個 第一個已經連接好 其實我們有十個衛生所 都會放這邊 有的已經放進去了 但是整個連好樹林 那今年還有三家 所以就是到 假設說我們先去樹林衛生所 我們就可以去透過這些機台 然後做一些基礎的一個檢測 然後就會有醫生幫你分析一下 你的狀況是怎麼樣 幫你開運動處 幫你看到加強哪一些 所以它不能把它當成是健身器材 我每天來去採 應該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不是 不只是這樣 而且我們今年還有一個推 還有一個新的 這衛生所裡面就是室內的 對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走出戶外很重要 所以我們今年呢 因為侯市長到北歐回來 一直希望趕快打造更多的 共榮公園 所以我們今年呢 在我們共榮公園裡面 我們有QR Code 將來你用我們的 新北東健康 去那邊也可以基點喔 去那邊掃描了以後 去遛小孩 在這個地方運動 運動完了也可以基點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方法耶 有一些長輩有沒有 其實都喜歡去附近的公園去運動 他不太可能去健身房嘛 這樣也可以收集到他們一些健康資訊 所以我們真的 新北一直在做超前部署這個工作 與其用到以後的那些 長照的那些東西 不如我們現在就是 先把我們的健康給顧好 對不對 那剛才其實一直在講說 就我們一般的想法 可能就是以為手環 就是那個技步的功能而已 但現在其實應該不止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請Sam 也跟我們分析一下 你覺得現在的 這樣的一個裝置設備 它能夠擴充到的功能 現在怎麼樣 其實這個科技不斷的在進步啊 那科技最終的目的 還是為了服務人嘛 所以到底人需要些什麼東西 可能才是這些科技發展最重要的目標 那過去大家都只是知道說 這個手環是不是能夠量量心跳啊 確實這個功能 現在在手環裡面 已經確實做得到 心跳血壓 對 而且在這個運動的同時 每一個人運動 譬如說我同樣 一小時走六七公里 這樣的一個健走速度 到底對每個人 是不是適當 其實可能因人而異 對 那怎麼樣知道 是不是適當 其實從手環的紀錄 就可以得到這個訊息了 因為你的心臟是知道你身體的反應 如果你走的時候 發現說心跳已經過速了 那可能就已經過快了 超過負荷 那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的訓練之後 你再做到這樣的程度 所以這些科技手環 能夠透過數據的收集紀錄之後 幫助大家去分析你的運動 力程到底是不是對的 因為力程如果不對 可能運動反而受傷 反而是不好的 所以怎麼樣知道自己運動的對不對 我想這些科技產品 可以有很大的幫助 對 所以這是基本上 就是測 有可能顯然測心跳吧 運動後的一些 心跳的一些紀錄對不對 其實不只心跳 現在包括像剛剛議員提到血壓 血壓當然現在是一個參考的作用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指標 就是血氧 這個他同樣可以偵測血氧 所以當你在做運動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強調 要做有氧運動 有氧運動 你做的是不是有氧運動 從血氧裡就可以看得到 你是不是做有氧的運動 要做有氧運動 對健康會有更大的幫助 無氧運動是為了鍛鍊肌肉 我想對一般民眾來講 你不是要做運動員 不見得需要這麼高強度的鍛鍊 他比例可以set 對 其實是可以做一些搭配 對 那你到底有多少活動是有氧的 多少活動是無氧的 透過這些科技產品可以非常清晰的幫你做好紀錄 是 所以其實要能夠知道說我們自己的運動的狀況 它的一個是不是優化 是不是有效果 其實透過這樣子的一些穿戴式的裝置 我們其實都可以監測的到對不對 可能能夠理解的到 那當我們一直講說 新北東健康 新北東健康 其實現在這個APP 從1.0 2.0 現在已經進化到3.0了對不對 對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 我們局長再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進化到3.0之後 我們現在到底整個的一個成效 到底是如何 我們怎麼去掌握說 有使用這樣APP的民眾 他是不是進步了 對 這樣的一個過程我們看得到嗎 對 其實我們進到3.0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必須要把它做一些串接 就是你的營養的狀況 你的運動的狀況 跟你身體量測的狀況 而且讓它跟你的醫療紀錄 我們每次都說大家都知道健保卡 健保卡插進去 自己的資料只有醫院的資料 沒有健康的資料 對 所以它應該叫做醫療卡 照理說這個健康卡的話 應該還再加這一塊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把它連接起來 這樣子才能夠做一個人 能夠完整的照顧自己健康的 所有的幫助 所以在我們的3.0 我們就是往這個上面去走 那當然我們這裡頭 原來就有很多 譬如說我們家軍醫院 最常用的揪團 揪團 揪團 家軍醫院就要求我們 市府大家也要揪團 我們衛生局也要揪團 我每次都跟健管科的講說 我們每一次走第一名 是我們會計科主任 你們健管科趕快加加油 努力的作用 揪團就是有一點互相刺激 不過這也要小心一點 我也是跟大家講 因為每一個人能夠走的不一樣 有的人他一天可以走兩三萬 像我們家軍議員 那 我待會兒分享 我待會兒分享 那 但是呢有的人他可能 我們現在的這個 經過了這個研究上面發現 其實七千以上就夠了 那最起碼你可以走四千五以上 只要你每天 如果是每天的話 你就是按照這樣的時間 那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步法 那你就可以設定自己 我就是要走到四千五 也可以 我不一定要去走前三名 對 那但是呢 還有一點呢 這個揪團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別人也可以幫你看一下 對 每一間沒達到 所以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連運動公園 我們也要上來 這就是我們在三點名上面 我們要做的 我們目前已經有四十萬個會員 那 有一個數據很有趣 一百零七年的時候呢 在我們的動健康上面 我們全部走了二十億步 哇 那一百零八年走了四十一億步 那我們 就是 我們其實 這樣子的一個 最佳代言人果然是不錯 你看 增加了二十億億步 真的 這個大家想一想 這個不曉得為大家 減少了多少 躺在床上的時間 對 對健保減少了多少的支出 對 真的 真的是功不可沒 所以佳君就要來分享一下 你的揪團好了 人家都是揪團團購 你是揪團來運動 我都跟人家分享就是說 以我媽媽為例 她每天喔 這個動健案件打開 先看一下女兒現在起步 看你啊 我早上有去運動 已經拚到一萬的話 她有加碼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覺得 這是我跟我的家人 還有幫我的朋友 這些群組的一個朋友 很好的一個互動 而且沒有任何負擔啊 現在有時候 大家會覺得在群組 我是指LINE群組 好多好多資訊喔 甚至有點 哇 有點煩 我說這個 她既不會吵你 而且會犯溫輕人 你就看到 對方的一個互動性 你只有看得到對方的一個身體活動量 如果我們設定的是身體活動量的話 這就會看得到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互動 再來 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如何啊 達到自己的那樣的一個標準 我坦白講 其實有時候 做議員的工作 可能也是 尤其最近臨時會要開的 對 我們可能也在那邊 坐很久你知道嗎 對 坐在那邊開會 你不能夠去哪裡啊 對不對 那怎麼動健康 那事實上有方式的 比方我相信大家都會有一些 空檔的時間 零碎的時間 好我假設啊 一天就像 早中晚各早個十分鐘出來 應該不為過嘛 上個廁所啊 那個茶水煎一下啊 可以怎麼樣 你知道嗎 然後傍晚我回到家 如果像我昨天回到家 可能我還差個五千步 不夠啊對不對 我就會開始這樣 電視打開 或是要做任何事情 就開始 邊看自己要做的事情 邊原地就可以 記得喔 布鞋穿著 比較不會傷腳 再來 樓下的鄰居 也比較不會抗膩 你知道嗎 然後可以讓自己 很愉悅的一個氛圍 對 把那五千再補漆 我的方式是這樣 原地踏步就可以 你看著電視其實也可以動一下啦 然後不見得就是 你只能坐在沙發上 對 沒錯 是 所以其實 糾團團購 不如就是糾團來運動 對不對 然後LINE群組 與其呢 你每天發早安圖晚安圖 不如就是說 欸我今天運動幾步 我今天走幾步了 你們呢 用這樣子來握握對不對 所以好 我就截圖 超過家軍 然後你傳給我 我請你喝咖啡 這次好是這樣 趕快來加入家軍的群組 所以大家趕快來加入 我們現在在我們動健康上面 已經有1370個群組 哇 很嚇人欸 對 聽說在家軍的群組 有人贏過你對不對 對 我最喜歡看到那種 你是大家的目標 那Sam呢 是不是也來分享一下 有沒有加入哪一個群組了現在 我有加入加入 對了我有加入 對 我自己本身也非常愛用新北洞健康 因為過去用了很多的這個軟體之後 其實發現這些這些APP軟體 大家都是分散的 各自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實際上民眾關心的可能是更大的一個範圍 那新北洞健康這個軟體 把這些東西全部納在一個軟體裡面 那每天只要專心打開這個軟體 就可以做得到 包括一些基本的良策啊 包括你的飲食健康啊 衛生教育啊 這些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值得 持續使用 繼續加強的地方 像裡面我覺得像糾團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好 因為以世界這個一些資訊的調查 發現說 即使是先進國家 持續能夠保持運動的人口比例 30%是上限了 幾乎上不去了 再怎麼樣鼓勵 再怎麼樣激勵 幾乎上不去了 瓶頸在哪 對這個瓶頸 為什麼 其實真的能夠要持續運動 要能夠產生這麼強的動力 真的不容易 對 但是透過糾團呢 力量就不一樣 十個人一團裡面 只要有一個人有這個毅力 其他九個人都會被激勵 對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這個糾團的這個功能呢 能夠繼續加強 也許糾團也許可以再 加一兩個 那個金幣的點數 大家糾團的動力可能就更大 是 造成大家在這個平常運動的時候 不斷有人提醒 今天也許偷懶了 或者說今天 就像家居議員提到說 今天工作忙了 對 可是不要拿這些忙當藉口 藉口 因為就像世界衛生組織都有提到 每個人一週 如果你可以有150分鐘的運動時間 那應該算夠了 可是這150分鐘你不能集中 在一天你想辦法把它湊出來 可是如果忙的那一天 你湊個10分鐘20分鐘 對 也有可能 這個時間很容易啊 對 從勤運走到家可能就10分鐘了 就可以當做一個運動環境 可能坐車的一個時間 你可能就是提早一兩個站 然後就是下車去走 對 其實在生活當中有非常多的零散時間 就像家居剛剛提到的 那些零散時間 如果我們都拿來做一些運動 看電視不要做的 站起來運動一動 改變形態 對 這些生活形態的改變 都可以幫助我們身體做更健康 其實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一定要維持一個 規律性的一個運動就對了 不管用什麼方法 今天主持人我補充兩點 是 後來我發現還有一個方式 也很好用 企業一起加入動健康 對 因為其實很多企業 他有那樣的一個想法 但是他缺乏了一個工具 有時候自己在那邊你知道 腦力激盪 然後活動部門 用心規劃 我們在那邊做呼籲喔 其實各個公司就可以用 我們的新北動健康 成立公司的群組 老闆你也不用叫他們做報表了 你這樣太辛苦了 我們直接用手機 你就可以看到 所有員工的一個狀態 而且更怎麼樣呢 像這樣的一個企業 我發現 雇主往往他們有意願參與 所以我這時候就會 再跟他們推薦一件事情 加入我們這個動健康 什麼意思 像有些公事啊 我最近遇到兩個 一個是我們英哥的陶瓷的夥伴 很多人的陶瓷啊對不對 他也很認同啊 加入了以後 他就等於說提供他公司的商品 作為兌換的方式 好假設 我今天可能這個杯子不錯 英哥燒嘛 太好了 我很喜歡啊 那這個公司的老闆 他又願意 我可能好 我mark一下 maybe 好200點好了 只要你拿到健康幣200點 你來到我這邊 拿出你的手機 200點直接掃描 兌換 兌換 這個就讓你帶回家 就這麼簡單 對公司來講 可能又有一個功利的形象 再來呢 他也可以帶動公司 這樣一個 一起動健康的一個氛圍 真的非常好 是 是 所以講到這個部分呢 馬上就請局長來分享一下 是 聽說這一隻嘎咪 大家不見得是這一隻嘎咪 有在這次的幾點兌換的 那個獎品裡面 這個就是神主牌 5000點 5000點 大家想問一下家君現在幾點 我現在 我打開來給你看 是 但是Sam現在是幾點 剛剛有講500點對不對 好好 4256萬 哇 快到了 快到了 你們小心一點啊 我們要準備約會了 我們要準備約會了 來來 你是不是可以讓我補充一下 我只有578點 還差太多了 加油加油 你加入的慢嗎 對對對 我們再繼續呼籲一下 有更多 產業能夠一起加進來 我相信大家那個動力可以更強 是 價值8000塊 那隻GAMI對不對 8 9000 我比你多幾點 也沒辦法 這個8000多塊 對 真的 很漂亮喔 所以局長 再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的一個 就是只要透過我們新美動健康 我們能夠得到哪些 我們可以得到很多 第一個呢 我們最常大家都把那個少少的點先去換的 就是營養早餐 營養早餐 營養早餐 營養早餐其實也很棒 很夯很夯 很夯啊 因為現在大家都 能省折省啦 很少自己做啦 然後還有到可以換 樂換到我們運動中心 去做運動 免費的運動一個小時 那你可以樂換 那另外呢 有時候我們還會推出 因為這個推出來就很快被換完 像我們跟Upoint的合作 那它就可以輸入這個Upoint Upoint就可以換更多的東西 更多的東西 那我們也還有一些 像剛才佳君姐講的陶瓷啦 對 然後還有一些觀光工廠啦 對 阿壽皮鞋 還有這個溫泉 對 是 咖米啦 但是我們要呼籲 還有其他其實很多產業 歡迎大家再相信 對 我們歡迎很多的產業進來 因為它在我們這裡也是幫你宣傳啊 因為它說 哇這個這麼好喔 那我就可以去 去一次免費做了一次 說不定將來變成這個運動中心的 始終的這個會員 每一次都去那邊運動 所以就是需要鼓勵啦 民眾需要鼓勵 其實我們東健康裡面 大家都知道這個體育署 它有做了一個統計 55歲到79歲的淑女 他們最常的運動就是 技步 最常用的是技步 但是呢 還是有一些人會用一些其他的 像體操啦 像有氧運動 我們這個東健康上面都有 你想要做 你就可以把它打開來 然後跟著它做 有一些影片可以教你 對 所以現在的功能真的是越來越多了 不只是技步的功能 其實還是有教學的功能 是 那當然除了說鼓勵大家運動 也是希望說能夠帶動大家的健康嘛 對不對 那透過這麼多的一個鼓勵 一些獎勵的一個方式 我相信呢 對於民眾想要繼續運動的那個 那個意願 應該是有的 所以大家要繼續努力 那最後我們是不是用短短20秒 然後再來跟我們觀眾們 我們再鼓勵一下 請大家一起加入新北洞健康 你營養了沒 你運動了沒 是 來佳君 我相信大家會再繼續問我 你怎麼保持的五個字 新北洞健康 我們一起來 是來 Sam 我們很希望說企業朋友 也一起加入這個 新北洞健康的行列 因為就像剛才佳君議員提到 透過企業的影響力 能夠擴大更大的層面 讓更多人知道 健康對民眾是好的 是 那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賓 跟大家分享怎麼樣善用這樣的一個科技 然後來提升我們一個 健康的一個更好的一個品質 那也希望大家趕快趁現在就加入 新北洞健康